同學同學 今天為大家晚安 如果大家都認為司法或者檢調 都給人家冷酷無情的感覺 對不起 如果你看看今天的新聞 你就知道這樣的印象是錯的 從南部的南檢一直到台北的特徵組 他們表現的體貼叫做什麼意思 就在馬英九明天要去新加坡馬錫會之前 就在朱立倫下個禮拜二十一月十號 要到美國訪問之前 南檢跟特徵組非常體貼的 就把蘇鴨湯就把立全教的案子 全部不起訴給他結案 可以讓朱立倫合意好好的到美國去 沒有人會問他蘇鴨湯的事情 也要明明知道也沒人問 你們選中東選到這款蘇鴨湯都出來 好體貼 但是留下了多少的疑問給社會大眾 我們這裡出來給各位介紹現場國大賓 第一位自身媒體人翁水長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前台北市市議員楊石秋 這位大家平安喜樂 台北市市議員鍾小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兩位自身媒體人康仁俊 老師好 大家晚安 還有我們的鍾年華 主持人郭富翔群 大家好 來 我們來看看 特徵組他們所謂的不起訴 裡面禁得起大家的考驗嗎 看一下 換柱換道 傳出搜尹鴨湯 國民黨主席朱一鴨跟秘書長李四川 貞結不起訴 當事人侯秀柱怎麼看 沒有回應 很好 會覺得委屈嗎 不會 所以不起訴是對的是不是 是的 侯秀柱說得雲淡風輕 不過民進黨立委可咽不下這口氣 質疑特徵組根本是草草了事 尤其是關鍵證據 這張三千萬的支票 到底有沒有寫抬頭 有沒有經過修改 特徵組都沒有交代清楚 弘秀柱說沒有抬頭 為什麼特徵組的不起訴 說有抬頭 這個理由是什麼 有沒有事宜 是不是事後再補寫上去的 你把朱立倫叫去特徵組 然後大家講一講 會不會回去再改 那我們請問特徵組 你針對錄音帶的部分 你什麼時候進行過搜索 你有沒有保全過證據 哪一天搜索 哪一天保全證據 那不然的話 你怎麼做出這樣的結論 沒有錄音帶 這個司法單位 對於執政的政黨所設的案件 這個偵查終結的速度都特別的快 所以這個案子好像看起來也沒有例外 從頭到尾一件清清白白坦坦蕩蕩的事 公開透明的事 民進黨卻這樣用這樣的方式 來濫用司法資源告訴 也干擾選舉 我感到非常的痛心 好 關鍵政人洪秀柱完完全全的翻弓 他的理由很簡單 視力不好 看錯又記錯 那我們在這邊就寫給各位先看一下 這一張支票我們在這邊之前抬頭空白給各位看了兩次 我們就要再看一下 各位朋友我們先看一下什麼東西呢 看錯這兩個字 什麼叫做看錯 你如果把謝志偉看成王志偉有可能看錯 你把馬英九看成馬英八或者馬英七可能看錯 可是空白跟各位朋友 空白跟這裡一串字 就是這105年總統副總統擬參選人洪秀柱 政治獻金專戶 你看這個跟空白是個淋沒空白 這個給我看錯 檢察官照單全收 下回我就這麼想 我覺得這個案子 我們用常識來判斷就好 有幾個違反常識之處 檢察官其實特政準檢察官 並沒有跟社會大眾交代 這不需要專業的法律知識 用常識判斷 第一個就是老師剛剛給我們看這張支票 一張支票其實上面最重要的就是金額跟抬頭 如果沒有這兩樣東西 這張支票就等於廢紙一張 那你說有字然後看錯字 我可以理解 因為那個帳戶名稱還真的蠻長的 是 那真的十幾個字很長 可是你說有字看成沒有字 我真的無法理解 大家看看這張座上頭有理嗎 有 看不清楚 你說這張座你告訴我這張座是白座 你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這邊叫做白座 這邊有理 你說這個字可能我看錯了 工作日字看成工作日常 我可以接受 所以我覺得這個特徵組沒有跟大家解釋 這是違反常識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紅袖珠看到支票跟特徵組手上不是同一張 你意思說另外還有收到一張空白支票 這我不知道 因為 這才會記錯 對這違反我們的常識 對這違反我們的常識 你說你有聲哩你看到沒哩 我眼睛再怎麼不好的人大概也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第二個違反常識之處 10月7號換柱 10月5號給支票 好現在特徵組解釋是說他接受國民黨的說法 就說那個其實9月18號就說要錢不夠 所以說因為行政流程到9月30號開票 這個我可以接受你行政流程嘛 可是好支票下來了 9月30號那一天 李四川朱立倫 包括國民黨一些人都已經知道 馬上要換柱了 10月5號還把支票拿給他 不合理 特徵組幫你解釋 特徵組說 因為那個時候 紅袖珠還是總統候選人 或者是貼算 形式上 很貼心耶 形式上 明目上還是啦 可是實際上在朱立倫 李四川 還有一部分國民黨人的心裡面 他已經不是了 而且他們知道他一定會被換掉 他不是說呼籲換柱 他們的角色不是只能呼籲 他是已經付諸行動 而且知道要成功了 所以這個人知道 後天他就要被換掉了 我幹嘛給你3000萬 國民黨黨怎麼做 也不能這樣亂開 第二個違反常識 第三個違反常識 洪秀柱在記者會上 或者在新聞稿上自己寫 黨內人士以搭檔資源交換 但是我仍然不為所動 這句話洪秀柱自己講的喔 檢察官你有沒有跟我們交代 洪秀柱為什麼講 講得這麼明確 黨內人士是一個主持 資源跟搭檔是一個實際的動作 那這個東西洪秀柱自己講 而且新聞稿有寫 檢察官你有沒有問過洪秀柱這句話 你有沒有跟我們交代說 那洪秀柱講的黨內人士是誰 資源跟搭檔又是什麼東西 這些都是常識 都是我們一般人 大家很想知道的事實 可是今天特政筑檢察官 在他的不起訴 處分書裡面 完全沒有交代 我剛剛提的三個違反常識的問題 那更不用講後面 還有更多更多的疑點 這裡面洪秀柱有沒有牽涉到偽證罪啊 支票明明有寫字 你說沒寫字 那有沒有偽證罪的問題 這些檢察官都沒交代 然後就這樣稀里呼嚕 說要牽結了 也難怪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案子 我個人的看法啦 法律上也許國民黨沒事了 脫身了 可是政治上跟在輿論上 這個問題大家會一起的討論下去 而且如果照特徵組這一次 這個偵查標準 我覺得選辦法 這個抽原子湯條款 這一條可以廢掉了 因為沒有人會供起訴 我任何人 我叫任何人勸退 我給你錢 我都可以講說 我這是贊助你啊 我是捐給你的啊 按照檢察官說 他是為了國民黨要慎選 對啊 那如果這樣子 為了要慎選 這個理由叫正當的話 抽原子湯哪一個 不是為了自己要慎選 難道我是為了你要慎選嗎 當然是為了我要慎選 才把你戳掉嘛 那如果照特徵組這個標準 乾脆這條法律把它廢掉算了啦 那我請問一下 特徵組為什麼惡度把朱立倫叫 像我們知道呢 因為詢問洪秀柱出席條 詢問洪秀柱那個 一聽到洪秀柱講說 看到是空白字條 覺得事情大條有可能爽壓通嘛 對 所以再把洪秀柱 把那個朱立倫給叫回來對不對 好 各位朋友 水準 我們就問一下 既然洪秀柱講的話 這麼的關鍵 逼得特徵組要把朱立倫再找回來 那請問 結果洪秀柱翻功 簡單說兩句 看不到 看不到 沒有策劃 全部照單全收 這何常理嗎 這個檢察機關要主動的偵查犯罪呢 所以他必須要做到兩件事 收跟查 在這個案子裡面 不收不查 那麼當然 他這個事後的解釋啊 說洪秀柱說這個 他怎麼樣 視力不好 那個抬頭寫太小 他沒有看到 那個抬頭不小耶 抬頭是至少一 至小一點沒有說 那抬頭一行字 是在這個支票的最上面 那抬頭真的不小耶 不相信你國民黨開張 開張票給我 你知道嗎 看看我看得到那個抬頭看不到 連王剛才說我 差不多 超過二十個字啦 超過二十二啦 共同賣三十二啦 就算他自小 你也看到一排蒼蠅在那個地方吧 你也會覺得這個蒼蠅 為什麼出現在這個支票上面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告訴各位就是說 那洪秀柱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啊 洪秀柱進來問的時候 那洪秀柱為什麼要特別講 他記憶不好的東西說 抬頭是空白 抬頭是空白跟有抬頭 那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事情啊 是 這個洪秀柱今天我告訴各位就 作證的關鍵不在於說啊 人家有句話叫做暗中出貢 什麼意思 第一次問你筆錄有沒有 你所都說的東西比較接近事實啊 因為暗中出貢嘛 你還沒有來得及新防說 我要怎麼跟你對付 我怎麼樣說謊的情況下 你就講出來的 所以叫暗中出貢 洪秀柱今天要做這關動作 確實冒著他要做偽證罪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去徒刑啊 當然他的前提是必須要檢查官要辦 你知道嗎 所以洪秀柱為什麼要說謊 洪秀柱沒有理由要故意說謊 你還記得嗎 在這個案子的整個偵辦過程 我們說過嘛 如果真的 真的洪秀柱出來講一句話嘛 如果這個支票上面有抬頭 他講一句話就沒問題啦 可是他就一句話都不講 而且今天媒體去問他 他的反應是 呵呵 大家高興就好 為什麼是大家高興就好 你應該講說 這個案子本來就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什麼嘛 我告訴各位啦 即使黨內人士以搭檔資源勸退我 我也未曾有過絲毫的動搖 這句話當然包括直筆的 這個等於說他的文膽等等啊 是在10月6號凌晨1點50分 他現在到特徵組織應訊的時候 他們的解釋是說 哎呀因為媒體啊 有名嘴這樣質疑啊 啊因為有誰有什麼質疑 所以那你也不對啊 你怎麼會寫說 即使黨內人士以大黨資源呢 你要說即使媒體外界以這個來質疑我才對嘛 或者至少有人嘛 我告訴個 告訴各位就是說啊 特徵組今天的這個不起訴書裡面呢 告訴我們 檢拿官真是佛心來著 你知道嗎 他所有的一切 被告跟證人所說的一切 他就全部採納 你知道嗎 他不懷疑 像我們做新聞記者人 第一件事情就是於步一觸有疑 而在這麼重要的一些相關的一個一個一個偵查作為上 他全部都相信 甚至於還講出說 啊其實他不可能 哎如果按照他們這樣的一個邏輯是對的 因為同黨態只是為了他勝選的可能嘛 所以呢完全不成立 所以到底經不經得起考驗啊 我想今天在網路上包括國民黨的這些朋友包括檢拿官包括什麼 你們自己上網去看看國人對這件事情整個批評跟整個分析 你就知道你們到底辦這個案子 而且那個時機時機最好玩 是啊 時機說我是無心的 我根本沒有任何的考量 我演那個心裡面只有上帝 幾天 哎 有一句話說 我記得是石球兄講的嘛 外國的案例嘛 上帝永遠站在槍炮比較多大炮比較多那邊對不對 原來上帝是不是就站在明天要即將召開馬錫會的馬英九那邊呢 來我們看一下 剛剛除了講到3000萬 看錯又記錯 剛剛兩邊都有提到 以資源搭檔勸退 黨內人士現在突然變成恭喜 先前不後 下筆過重 小平先生我們平常心講 一個這麼重要的證據 支票跟講到手押騰資源 勸退 大黨 檢察官全部照單全說 你覺得法律過了了 社會觀感過得了嗎 以前現在叫法務部 我們知道特政組還是法務部監督的吧 對吧 法務部以前最 法務部這個名字不精確 以前的名字比較精確 叫司法行政部 一半司法一半行政 那很清楚我這樣 我這樣因為他們長官一直往事行政系統的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不管哪個黨啊 我覺得司法的不公跟司法的改進啊 是兩黨造成人民夢魘 業障非常重要的一個行政措施 大家同意嘛 或是司法的作為 再回到這件案子 前面一定要談這樣的 因為人民的不信任 信任感很低 所以他做什麼都是錯的 很難了 可是怎麼辦呢 我們要相信政黨還是相信車政主 也只能選擇相信車政主 是有無奈的成分 可是怎麼 車政主相信洪秀住 就他相信誰 最後他自己要做結論 起訴不起訴對不對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細節很繁复啊 這個案子 我覺得兩個重點 就是洪的供詞跟錄音帶 大家同意吧 一個是最重要的人證洪 最重要的物證叫錄音帶 不最重要的物證是 請問是錄音帶還是三千萬 錄音帶比 我認為錄音帶比這個還重要 我認為 我認為錄音帶錄出來說 你就是戳湯圓錄出來 那就掛什麼都結束了嘛 豬也別選了 黨也垮了 所以喔 那洪要怎麼講 他記錯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去揣測 我們只能做評論 所以怎麼辦呢 我覺得當然為黨的立場 的話能夠講清楚更好 我們希望黨員的建議 可是我們現在只能相信 特徵組就是不起訴的 當然你有很多的質疑 實際等等 那其實也表達國人的無奈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的 了解 石修兄 如果你是特徵組 你這麼一個公正的特徵組 一個重要的證人 昨天跟你說 今天團結不能逼 然後根據這個不起訴 你對這個證人 我們剛剛有了 其實很多人在問 不能撤個謊嗎 其實我覺得讓大家都很清楚 特徵組對這個案子 跟四年前的宇昌案的辦法 是完全不同的 四年前的宇昌案辦的 是要搜索的 而且時間拖得曠日持久 到四年後我們才知道 劉一如被判了兩百萬的罰款 可是這個案子就快速的 18天 結束了 而且跟妙的就是說 包括這裡面簽到退選 簽到金錢 牽涉到資源 白紙黑字的說資源和所謂的搭檔 我就舉我們今天下午的例子 我這個選區 連我們在選立法委員都會有這個顧忌 今天下午兩點 剛好有一個有台的節目 我們這個選區有三個立委參選人 同個選區的 我就公開講說 我們現在在請一個公平的第三者 來幫我們這個選區的 包括我 包括五黨籍的 包括社民黨的 包括台獨行動聯盟的 幹這個活嗎 我們有請他們來做這個協調工作 對 就是找一個最強的人 當時的主持人馬上反映很快 因為今天的錄影 你們會牽涉到這個 我說最重要的 我們這個民調 僅供民進黨跟其他在野黨做參考 沒有任何要退選 你社民黨做完之後 繼續選下去 因為連我們選立委 我們都非常清楚 這個如果有退選的話 那誰知道在協調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資源 有沒有互相禮讓 就連我們自己選立委 我們今天 就是今天下午兩點的一個 友台的節目裡面 剛好我們三個台 三個同選區的人 我們就呼籲說 我們是不是來做個在野的整合 另外兩個一起來參與 包括台灣獨立行動聯盟 主持人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你沒有以為涉及到 抽選的常路退選 這是我們選立委 而且連一個主持人反應 你說特徵主持人還沒這樣反應 所以還好我們當場就共同達到 說我們給在野黨做參考 然後在野黨依據這個憑據 可以說因為民進黨不推人 親民黨不推人 我們來支持 可能是王瑞德 可能是楊石秋 可能是其他人 但是沒有任何人要退選 因為一旦凶暴退選 就完完全全的涉及到 你說都說不清楚 涉及到所謂的 所謂的拖延子湯 而且我們幾乎可以確定 套手一定會有人來告 一位仁俊 不是還有第二張支票嗎 交代一下嘛 對不對 交代一下啊 所以我講得清楚更好了 不是不是 按照小平說法 你只能相信特徵主嗎 只能相信特徵主 大家回家睡覺就好了嘛 紅袖柱也不 他根本就不用掰 你就相信我就對了 不是這樣子嗎 我們當然希望相信特徵主啦 那特徵主的資料是來自於哪裡 他的取證是來自於哪裡 其實就是講難聽一點 也就是朱立倫嘛 紅袖柱嘛 然後這個李四川啦 還有葉匡時嘛 所以今天這件事情 我跟妳講啦 我今天看完那個 不起訴書的時候 我感覺有點震驚 你知道嗎 我們一個現任的立法院的副院長 一個國民黨 曾經推出的總統候選人 他眼睛不是很好 所以看到什麼東西 就趕快去說說 沒有沒有我看到的 而且他很堅持喔 他很堅持 他講的是對的喔 那如果是這樣子啦 隔了幾天 這個檢察官拿出另外一張 又不是當時的那張支票 你也沒辦法證明嘛 檢察官都要拿出一張支票 我跟你說 你看到是這張 紅袖柱怎麼辯證說 要看需要 跟當天是不是一樣 他只看得到三千萬三個字 不是嗎 他也看不見上面的那些字 他都看不出來 所以這一張照 這張支票能不能證明 我只能講 特徵主告訴我們說 他是同一張支票 但到底是或不是 我不敢說不是啦 那我也不想去證實發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的立法院的副院長 現任的立法院副院長 他還在主持 也有時候還要主持這個 這個院會喔 還要幫忙這個念那些法案什麼的 原來他很多東西是道聽途說耶 五千五億的東西 他居然是說 因為辦公室的助理啦 誰誰誰 現在要喝咖啡聽來 那也更加說 圍牆外面 圍牆外面 中間隔了一個圍牆 你說吃的是佛跳牆 吃的是佛跳牆 我就接受喝的是咖啡 為他心情壞時 下筆比較重 一條就跟他說出來 我的老天啊 你還在主持醫師耶 那你叫我怎麼信任說 我沒怪人說立法院醫師效率不上 不是厲害 那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國民黨真的應該早就趕快把它換掉 現在講出來連立法院副院長都別幹了 不然我怕你哪一天心情不好 隨便亂唸 我們立法院已經夠糟了 所以我真的這樣講 其實我很難過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看到這些所有的爭議點 出自於哪裡 出自於是洪秀柱自己講的那些話 十月今天檢察官證明了一件事 九月十八號的時候 朱立倫跟洪秀柱見面 但是他們都沒有提喔 沒有提說要把洪秀柱換掉 只有後面那三天 為什麼 因為那三天是李四川跟洪秀柱 還有洪秀柱 李四川跟朱立倫 三個人在 那只有九月十八號那一天 你私底下兩個怎麼樣 沒有沒有 檢察官幫他背書說 沒有一天什麼都不說 那十月這個五號的時候 既然已經拿到一張 這張洪秀柱什麼都看不見喔 所以他根本不會知道說 那張支票其實是黨裡面要給 因為他連抬頭都沒有嘛 對 洪秀柱心裡一定覺得有問題 否則他為什麼六號的時候 會跳出來講 剛剛瑞德哥所說的那句話 洪秀柱突然有一天就告訴大家 今天癥結了 就說 沒有沒有 是我的眼睛開了 那我真的覺得就是說如果是這樣啊 真的好害怕啊 我們這些高官這些主持意識的人居然是用這種倉促的心態在做 國民黨沒意見耶 不這個特徵主持人好心的告訴我們 你看國民黨換下洪秀柱多麼正確 一個連有字沒字都看不清楚人怎麼可以有機會 我簡單補充一下喔 其實任俊講到重點 你們要發現呢這幾個關鍵的東西都用 啊我聽到外面我也想我 奇怪我們我也想喝咖啡我們都聽不到外面有人在講無意的你知道嗎 然後呢我寫那麼重的話呢即使黨內人是怎麼樣啊是因為情緒發洩都是找一個藉口一個理由包括到後來支票沒有抬頭都是說啊因為我眼睛的眼花的沒有看清楚喔 我告訴各位啦眼不衝眼不明眼不衝目不明對不對 然後最可怕最可怕的是如果這樣下去的話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們沒有辦法信任的那我們如果這樣下去的話全台灣所有辦手贏啊全部都可以不要辦啊 我們我覺得我們就誤會一件事情 我覺得眼不衝耳不明腦袋不清楚可能不是紅袖柱啊 因為有人相信啊最清楚相信啊 你說是不是啊到底下面有問題你這樣說紅袖柱我也覺得對紅袖柱就對不起有人比他還慘啊 我們這段先告訴大家休息一下讓我們繼續 謝謝 針對馬英九民要去馬錫會有人說馬英九昨天的記者會裡面那種會拋滅有的事情叫做政治權利是最強的春藥用在馬英九身上非常的恰當 但是台灣人民在這裡能夠獲得利益嗎或者對等真言是真的嗎 我們看一下 為了即將登場的馬錫會會議場所相隔里拉大酒店特別把聯合國跟歐盟旗幟全部換成新加坡國旗彰顯東道主跟中立角色 維安更是全面升級 新國特別準備四台金屬檢測門以及X光機 7號凌晨2點開始飯店周邊大範圍人車進空 確保維安滴水不漏馬錫會的流程也越來越明朗 兩位領導人抵達之後他們預計到這個島廳這邊來進行相關的儀式 第一要手續呢他們會先在這邊的狼廳的部分來進行握手的儀式給媒體拍攝 而後呢就會直接進入到裡面的大的會場來進行馬錫會 而前面10分鐘也會給開放給媒體來取景 那之後是所謂的閉門會談 馬錫會在最大的會議廳導廳進行 一小時後的記者會也在同一個場所登場 府方國安局跟中國官員陸續進駐 陸委會主委夏立言也先到現場視察場地 不過傳出中國希望把一個中國原則放進馬錫會共事中 政府則期盼以九二共事涵擴雙方意見出現分歧 這部分我們等到明天再來談好不好 那我們還在拉鋸當中嗎 我們這個最後的一些細節我們還會再來跟他來共同溝通 習近平沒有出來開記者會 而是馬總統自己親自開拍 我想這是我們兩方面不同的習慣 這是中國大陸他們的選擇 我們馬總統覺得各位媒體朋友到這邊來很辛苦 所以他決定自己跟各位見面 儘管僑界規劃到機場獻花 不過礙於國情可能看不到揮舞國旗的畫面 馬錫會倒數計時各界 高度關注 馬英九因為體貼台灣的媒體記者 這麼老遠跑到新加坡來 所以馬英九決定自己親自主持記者會 來衛免這一些媒體記者 這是陸委會主委夏立言講的 那他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人家就說現在傳出來了 欸 延旺現在傳出來了 會面以後主持記者會 中國那一邊不是習近平 而是張志軍 我們這邊不是夏立言 而是馬英九 這個叫對點跟新的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 因為是今天傳出來的 在昨天的馬英九記者會裡面 其實大家並不知道這個消息 那這個對馬錫會來講 它是一個震撼也是一個變數 那我不曉得照明天會談結束之前 還會有多少突發的變數出來 這個照理說就一個談判團隊來講 這個都應該在事先掌握的 你在協商的過程裡面 這種細節都應該要注意的 我相信他們已經知道了 對 那為什麼不告訴大家 那為什麼要接受 那個細節要細到什麼程度 就是馬英九跟習近平兩個人 誰先進去 誰先出來 誰先就座 這個都要斤斤計較欸 記不記得93年孤翁會談的時候 當他們兩個進去 然後結束之後簽約有開放媒體拍照 位置 孤政府先站這邊 汪道涵站這邊 然後拍完照之後 兩個人還互換位置 再讓大家拍照 因為這個他們中國的傳統 有這個所謂的左背右尊的說法 就是說誰站在右邊嘛 那大家為了公平起見 兩個人輪流站右邊嘛 這個叫細節 而這個是談判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連這個美國 這個在全世界各國到處談判的國家 他們都會覺得中國 大概是這個世界上 非常難難纏的一個談判對手 如果連美國人都覺得 中國人是很會談判的一個國家 那為什麼我們的政府 這種細節沒有注意到 夏立元主委 我認為你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外交官 其實夏立元我覺得 平常你講 他以前在這個扭心處的表現 相當不錯 是一個很好的外交官 這個事情你應該都知道 而且你也應該怎麼處理 你今天竟然講說國情不同 沒有錯 不過以中國這個國家來講 習近平的確是很少親自主持記者會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他去各國國事訪問 最近來講 唯一一次跟另外到訪國元首一起開記者會 大概就是歐巴馬跟習近平在白宮 厚草皮那邊開記者會 好沒有關係 中國那邊國情不同 他們派張志軍 OK我可以理解 我們這邊也可以派夏立元 是啊 你這個一比馬上就 就比出來嘛 而且大家注意那個順序 是張志軍先開記者會 開完之後換馬英九 同一批國際媒體在那邊採訪 他會怎麼看 張志軍 中國國務院對台辦公室主任 那個叫 中國如果以他們的行政體制的話 國家主席下來才是國務院總理 下來才是對台辦公室第三級的單位 而第三級的單位開完之後呢 我們這邊馬上是一個第一級的 中華民國總統出來跟他對口 你這不是就當場就被矮化掉了嗎 人家派一個 不好意思講他西咖啦 但是是第三級的官員 因為他畢竟不是國家主席對總統 那你說好 蠻久要說明可以 你可以回國之後再講 你可以回來之後再講 再開記者會 因為其實如果說 照馬英九昨天記者會說法 他在跟習近平會面的時候 他並不會特別去強調中華民國 他也不會特別去表述 所謂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人家都很貼心的 把那個徽章國徽都拿掉了 不只他的國徽 連他隨護的那個別的一個代表 總統府的徽章也拿掉 如果連中華民國在習近平面前 你都不敢表述 那你在國際記者會表述再多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還來得及 今天晚上我認為總統府 跟相關單位 你應該緊急去會商 如果對方確定是張志軍開記者會 我們這邊是不是要馬英九親自上陣 那只有他因為中美新不去啊 只有這個小平兄 其實我們開玩笑歸開玩笑 大家心裡其實是非常難過 因為馬英九一直跟我們講 我們是先生互稱 我們是平等尊嚴 絕對不給台灣丟臉 這下臉一丟 不是丟在台灣 是丟在國際社會裡面 這段是加分啦 因為即使連亞太經合會 APEC我們的這個副總統 肖萬長見到別人都以經濟體 那這一次當然稱不上國家 可是是在國家跟經濟體的中間 我回到政治學的一個ABC 可是呢剛才 鍾林荒講的我同意啦 就是當他派出張志軍 我們就只能派出下立言 不可以馬英九 這個很清楚 我是國民黨 我還是要講這個話 然後我覺得要有自信 不管三個重要的人 對於兩岸的關係 我們這邊 就是蔡英文朱立倫以後 總出個總統 現在的總統叫馬英九 你知道我們跟老共的關係 我一直是國民黨 最左邊的改革派 那叫做 我們跟他老共的關係 叫短空而長多 比氣長 我們現在怕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怕兩件事 第一個飛彈對著你蠻討厭的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你跟他貿易 貿易順差700億美金 沒有這個700億我們一天都活不下去 這叫做短空 可是長多呢 我們有志工的精神 我們有民主的典章制度 我們有人心的善良 長久一點我們把它民主化 嗨更怕你我跟你講 這叫自信 國家主席要 國家領導人這三個要歷練 要有高度 所以再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怎麼樣 你兩件事一定要做到 第一個 他派張我們就要派下 這一定要接受這個原則 我的看法跟黨內不一樣 第二 是幹嘛呢 你一定要表張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就是你表你的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表我的中華民國 這個 我不一定要出弄他 可是我一定要帶到中華民國 跟各自表述 如果這個沒有的話就輸了 有的話就贏了 我簡單講 OK 其實我們 我也許應該這麼講 你叫馬英九 明天不要親自主持記者會 你簡直是殺了他 對沒錯 你看他昨天熱誠 光在台灣 他已經免費一下 還拋滅眼 明天你叫他說 張進軍上 他就下 對 馬英九活到六十幾歲 當了總統當了七年半 如果他治國這七年半 有像昨天跟今天這兩天 那麼認真的話 聽說都在改稿 你知道嗎 他等這一天等多久了 你們這些人 竟然如此心懷不軌 不讓他上台表現 不過我告訴各位 剛剛大家評論的是對的 如果今天是原來本來 兩天前我們聽到是 習近平馬英九各自開記者會 對等尊嚴 這樣子贏 OK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你跟強國 現在大強國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 你各自開記者會 完全台灣就不輸 你知道嗎 今天他派一個國台辦 張志軍出來 他就幫你矮話 我們不客氣說了 你你夏立言不要跟我講官話了 不要說是因為總統 這個因為啊 顧念大家那麼遠 從台灣來到新加坡 所以呢 親自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你錯了 如果馬英九那麼好啊 就不會一天到晚 人家要問總統什麼事 他不想理你了 你甩都不甩你嘛 對不對 你沒有發現嗎 他昨天出來開記者會 大概是總統府 有史以來第一次 每個記者全部點到 不管你是認識的 不認識的 那個穿白襯衫的 那個穿白襯衫的 那個女士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是誰 陳宇信 陳宇信今天在 他在窺那個蔡英文 陳宇信在講說 人家我們昨天總共五十一次 沒錯 五十一次都記下來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特別這樣講 因為陳宇信只認得 國內跑總統府比較熟的嘛 所以那位 穿白襯衫的那個先生 那位穿什麼衫 他不認識嘛 他就是要讓所有的人問過一件 好 我們現在第二輪 因為那些人第一次出現 總統府 總統府什麼時候 對記者這麼好啊 你知道嗎 所以他要幹什麼 就是那種 哎呀那個得意啊洋洋啊 喜行於社 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什麼民族大事啊 對他來講 他完成他的歷史定位等等啊 他高興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明天叫他怎麼不開記者會 我告訴各位 如果真的站在我們台灣的國格 你知道嗎 我說國格沒有錯啊 你們不認識他一個中國兩個 各自表述嗎 如果突然台灣的國格的情況之下呢 他讓張志軍出來 你就應該讓夏立妍 在新加坡開記者會 是 你事後回到台灣 開一個正式的記者會 向全體國人說明嘛 是 你就不會被他矮話嘛 我跟你講 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 所謂的沙盤推演 宮廷倫理的人 他所有的一切的動作 都經過非常精密的計算 以我們現在的去派對 那個七人代表 跟現在處理那個 一個記者會這樣的方式 我告訴各位啦 馬英九是完成 你個人的歷史定位啦 但是呢 這件事情回去以後 台灣所有的演員 到了中國 他後面括號中國台北 所以呢 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你這次見面 本來是一個兩岸的和平 或者是你馬英九的利多 可是如果一旦一個不小心 反而讓你自己馬英九 因為這樣子呢 摔得跟斗 夏立妍喔 過去我們曾經同事過 同時在外交部裡面做過 他是比我資深太多 我等於是業餘的 說實在啦 跟他比起來 英文叫做protocol 你新聞局長是職業的 我當過兩年做的代表 外交禮儀 那種雙方地位身份 對等 你不對等 我告訴你夏立妍 外交部長回去就給case 那叫做丟臉 我們這邊非常國際觀的實修衝線 你認為夏立妍 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嗎 其實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問題 這位你問得非常好 其實今天是習近平要求馬英九 習近平要靠中華民國 因為南海的問題太嚴重了 習近平會不知道馬英九今天的民調多少 習近平會不知道你明年1月16號 你這個政黨即將結束 你可以看整個案子突然的 馬英九那種喜 跟我們在八年議會 他是喜怒不形一色的 可是昨天那種霉飛色舞 坦白講已經失態了 那是因為他突然 所以他就完完全全地忽略了 所有該注意的細節 我必須要說標準只有一個 你當過新聞局局長 如果馬英九一方面要求 蔡英文在10月10號 你要拿國旗要唱國歌 一方面又要求 10月17號 洪秀柱因為兩岸同屬異中 異中同表 被撤換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今天是馬英九的轉機 也是他的危機 在全世界媒體注意的情況之下 你在台灣 我們支持九二共識 一個最基本的因素 在異中各表 如果在這樣的場合 你看不到一面國旗 明示暗示 你不談中華民國 你就等於承認一個中國 當你承認一個中國的時候 你就幫中共解套了 幫他背書了 而且更重要的 你也幫美國告訴你 今天美國羅斯福號 由卡特直接在凌晨的時候 飛到羅斯福號去告訴你 你當然台灣不能當美國的看門狗 也不能當中共的小弟 可是你今天很明顯的 往中共靠攏的時候 中華民國 我們要強調 現在擁有了太平島 太平島是根據國際海洋公約 裡面非常清楚的 為什麼 上個月17號 27號 10月27號 拉升號會去什麼 美濟礁 會去什麼 那個獨臂礁 原因很簡單 根據國際海洋公約 1982年12月 這兩個礁石 叫低潮高地 低潮才看得到的 這沒有領海的問題 目前中共在整個南海 大概有九個 其中五個就屬於 這根本沒有十二領海的問題 有幾個是 就是所謂的岩跟礁 那有十二領海 太平島叫做 Illand Illand不但有十二領海 而且還有兩百里的經濟海域 這個經濟海域擴張到 這就是今天習近平要拜託你的原因 所以馬英九為了自己 這張歷史性的照片 算一分鐘 但是我最擔心的就是 如果今天太平島怎麼來的 各位要了解 那是美國人給你的 你在1945年 我們剛剛抗戰勝利結束 我們哪來的所謂的 我們哪來的那個 遠洋的海軍實力 因為太平島原本在1930年是法國的 你可以看去年耶魯大學出了一本書 叫South China Sea講得很清楚 而且距離台灣多遠 多遠 那個時候因為 原本屬於法國的 因為當時越南是法國殖民地 後來在1940年代 太平洋戰爭變成日本的了 結果 因為在1946年 為了防堵蘇聯共產黨 所以美國送了我們兩艘金券 一艘叫做太平劍 一艘叫做中葉劍 由美國人提供金券 美國人提供海途 交給你中華民國 所以你意思說如果馬英九 在外人面前公開 跟附和習近平的一個中國 那我們就得把在南海的 原本坦白說 美國人看 是我給你中華民國 就跟你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對整個美國跟中共 在整個南海地區的全力平衡 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 所以各位朋友聽到這裡 你能夠像馬英九那樣子 笑得眉飛色舞 眼睛還給你泡滅眼嗎 我們這段新聞到這裡 後來繼續 謝謝 馬英九跟習近平見面 第一句話應該要講什麼 其實很多人都在問 其實很多人就講說 第一句話應該講說 習近平你在中央電視台 想過沒意思了 我連你台灣掛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會 你國家都會開 應該跟他討個公道對不對 沒有 馬英九不會這麼做 他那時候會做什麼 他會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各位朋友 這個是台灣南雀 馬英九準備要送給習近平的禮物 這個不是真的一隻南雀 這是手工的瓷器 能夠做出這個東西 台灣人家 你知道色彩多美 但是我真的很想請教一下 任俊 馬英九這邊一頭熱到 連這個東西要送出來 都先給他講出來 笑咖啡咖啡 黃映咖啡咖啡 但是我們剛剛所討論 中國那一邊吃進他豆腐 都OK 所以很多人在問 那再去的話 到底要賣掉台灣什麼東西 我們怎麼能夠知道 所以剛剛楊議員提到 比如說太平島的問題 我想國際上台 法庭不久之前才刚讲 太平岛它就不是一个岛 它就是一个岩礁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事实上它已经间接否定了 我们在太平岛所谓 号称拥有主权的这样一个概念 即便国民党人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 海洋法它不去管理主权的问题 但对不起它现实就是这样子 否则我们外交部也不会急着 跳出来讲说我们不承认 我们不接受 那如果你认为它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否定的话 那你干嘛去做这件事 可是这个事情马英九在乎吗 他不在乎 您刚提到了 他的这个领子上面的 这个国旗被马掉了 他在乎吗 他不在乎 事实上中共中央电视台 不是第一次针对自己去弄它 你知道吗 你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样被马掉的这个状况 因为其实到第一天曝光 这个所谓马席会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 一个报道 他是怎么讲 他说两岸领导人会面呢 他会互称先生 这是在一个平等的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 中共中央电视台在报道这件事情 他已经明白了告诉你说 对不起哦 我们就算给你建议也在一个中国 所以你会突然觉得 就是说原来习近平要跟马英九 要开这个所谓国际记者会 换成了张志军开记者会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嘛 因为人家一开始就跟你订掉 说这个就是一个中国 我换一个例子讲好了 有一个千金小姐要跟一个富家公子 要相亲了 那结果本来满心开心的觉得说 我是要跟你相亲 结果没想到千金小姐到了这个地方 就发现要跟他动访的是半毒小书童 那他还要去帮他解释说 哎呀我们公主其实他没这个习惯了 我们要体谅人家 我真的不太懂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连国格跟你的所有尊严通通都被码掉了 我还是这样讲掉 我们认为马总统你如果今天要去 我觉得你开开心心光明正大去 全部台湾人都支持你啊 都支持你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好你今天讲说我去 是要奠定未来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时候的一个常态 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对不起你第一段就被矮化了嘛 你今天张志军这个事情 你说真的没有概念吗 你说谁在乎 谁会知道说习近平他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习惯开国际计划 大家只知道说你是两岸的领导人 对不起他没有大小之分 你是两岸这边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一个领导人 那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虽然都是先生我中华民国总统的头衔拿掉 你这个共产党总书记或国家主席拿掉 那为什么开张志军出来 所以我就说你今天既然要奠定说 我都接受你的说法 我觉得大家也都能接受 可是你在这一关里面 我们居然看到国民党或者是外交部的人 努力除了钟小平 他不是这个人之外 其他的都努力说没有没有 我们要去体谅人家 这是国际上面的事情 我们自己不是很自豪吗 终于两岸可以平等的对待了 结果你今天装作没事 你是还帮人家辨解 对等尊严很重要 体谅中国 但是他对台湾的国会 他对台湾的人 巨马 国会那个巨傲的态度 谁知道 这样撒话谁 对 没错 我记得昨天的记者会里面 有一个媒体记者讲说 希望总统府前面的巨马跟蛇龙 是不是拆掉 然后马亦就下令 一个小时内拆掉 我刚刚从总统官邸 总统官邸现在全部是巨马跟蛇龙就对了 怕人家去围他的官邸 总统不必用蛇龙跟巨马保护自己围住官邸 你只要去争取国格就好了 这次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对等尊严 你好好做 你好好跟他谈 今天习近平 你们有发现习近平其实是外热内冷 你知道吗 他在中国照理来讲 习近平今天有这个机会 66年的领导人 我相信到时候回去 一定会在一个中国的情谊下 跟中国台湾领导人 他们一定是这样宣传的嘛 你不能怪他们 因为本来这66年来 他们都是这样宣传嘛 可是你有一个机会 跟他是在一个对等 总不会告诉我们 习近平叫做习大先生 马英九叫做马晓先生嘛 没有这回事嘛 对等就是两个人都是先生 大家平起平坐坐下来谈嘛 他今天都能够注意到 把你的这个小小的国会 给他马赛克了 对不对 他也可以把你很多东西 给马赛克啊 所以你如何代表台湾 好好的跟对方谈 我赞成这个小评中 钟小评所讲的 在新加坡的记者会 如果对方不是他们的 会谈的领导人出来开记者会 请总统不需要那么体谅 远到从台湾去的记者 不需要 你应该让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下 维护台湾的尊严 然后这种情况之下呢 让夏立言跟他谈 你有话 回来开个记者会 就算半夜 大家都会看啦 水天我告诉你 到时候马银姐会跟你讲说 那好 我跟中国那一边 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一样的动作 全部都讲一个中国原则 对没有错啊 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不要再自我欺骗了 讲坦白的嘛 中央电视台或者是包括国台办 这个张志军所有的人讲的一个中国 下面没有各自表述嘛 就是在一个中华的民共和国的前提之下 然后大家两方领导人坐下来会谈 这个是全中国所有人的共识 我们必须要提点这一点 讲说四个字就赢 一中各表讲出来就赢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马银姐说该讲的他会讲 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就是 你连该做的都不做 或不敢做或不愿意做 我们如何能够相信 各位朋友 这个台湾南雀 其实他是一个喜 但是我请问一下 石修兄 台湾现在面对马银姐明天 就是这样子要去 目前所成立出来 台湾有喜的感觉吗 只有一个人会喜 因为当你帮中共解决问题 中共绝对不会亏待你 他说明天如果一个中国言者 真的就这么出来 他如果叫我说 这是个危机也是个转机 如果他昨天明天开记者会上 放上一个小幅的中华民国国旗 我觉得他在全世界告诉大家 现在虽然是一个中国 但是各自表属有两个政治实体 而且要有中华民国在台湾 而且拥有主权 我是他的总统 你如果在国际场合 你这么好的机会 而且中共有求于你的时候 你不做这样的宣誓 我很坦白讲 他的历史定位 只不过就当年的连战 另外一个买办 因为中国大陆 对于只要能够帮我解决问题的 1971年在美术最紧张的时候 季辛吉帮他解决了问题 季辛吉从此成为 所有到美国经商的公司当顾问 连战在2005年 帮当时的胡锦涛 解决了问题 因为胡锦涛刚接军委会主席 很担心当时 由江泽民所控制的军委会 因为两岸造成冲突 拔掉他的 他用连战 结果连战成为当时所有买办的一个代表 今天习近平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如果南海爆发冲突 他在打贪腐的过程当中 包括许才厚 郭伯兄被拔掉 军方是非常不稳的 如果马英九能够强调扮演的角色 而马英九又不敢把一中各表在台湾 你一再强调所要遵守的中华民国完全不提 那我只认为你不过就是另外一个连战 甚至另外一个季辛吉 只是为你自己个人的利益 哥们我们这样好了 习近平跟马英九在闭门会议里面 怎么称呼 其实没有人知道 我们可以听到就是张志军怎么说 马英九怎么说 小平兄 马英九有没有可能 这台湾不分党派的期望 他在那个国际纪委里面说 我刚刚跟中国的 因为你不是跟他一起 我刚刚跟中国的国家主席 英文叫做president 习近平 我们谈过了两个小时的话 我作为来自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 我很乐见于这样的一个桥梁 可以沟通起来 他应不应该这么讲 应该这样讲 就桥梁建立 不管谁当总统总是 我讲的是前面的几句话 我讲的是前面的几句话 你讲中华民国四个字 你一定要讲一中各表 这个讲得出来 各自表述 我觉得也不要破局 拿国籍出来的话 当然以后就断了 言若 如果我们每年不差的七百亿美金 断就断 我们也不在乎 可是目前还需要 一个中国 记者会讲中华民国没有用 你要让习近平知道中华民国 一中各表就出到